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28集 吓到了 清儿一提起周大师 顿时眉目内就露出憧憬之意 似乎在他的心目中 这位周大师的烈灵之法足以震动八方 是啊 这位周大师可厉害了 想必天尊大人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 传说这位周大师 当初在通天世界时 就是万万人之上的烈灵强者 所过之处 无数通天世界之人 都对其尊敬无比 甚至通天世界本身的世界规则 都对其很是照顾 哪怕世界崩溃 可他却毫发无损 不仅仅是这样 更为神奇的事 是他的烈灵之力 再来到永恒先遇后 更为强大了 我该听说 这位周大师有一位爱人 他这一生都是为了要寻找其爱人 还有啊 我亲眼看到他烈灵时 就连天地都为之色变 风云逆转 转手间 好似牵引世界 成就烈灵之宝 一说起这位周大师 轻儿顿时嘴就听不下来的样子 墓中的身材越来越强烈 隐隐的 白小春都看出爱慕之意 在其谋中闪动 白小春立刻就好奇了 而更让他感兴趣的 是这轻儿身为邪皇朝的修士 居然对于烈灵师如此崇拜 这一点 让白小春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和你一样对于烈灵感兴趣之人 多吗 白小春忍不住问了一句 多啊 如今烈灵师的地位极高 在我们邪皇朝 烈灵师岁不多 可任何一个只要站出来 都会被人追捧 这烈灵实在是玄妙无比 前所未有 能化腹朽为神奇 可惜 我不是通天血脉之人 否则的话 我也一定要去学习 烈灵之法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寻找道理 一定要找一位烈灵师 轻儿说到这里 小脸有些发红 白小春深吸口气 心底此刻很是震撼 他觉得自己在闭关前 似乎烈灵师还没有这么受人追捧 可没想到 只是几个月小半年的时间 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当初大天师曾提过 要以云海周为基础 抬高整个通天世界 炼灵师的地位 可他也太厉害了 这么短的时间 居然就做到了这一点 白小春觉得惊奇 看着青儿那泛红的小脸 心底也泛起了一些得意 不过他也想到了 此地修饰之所以如此 是因与云海周接壤的远古 若是换了其他仙玉 怕是效果上没有此地这么显著 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白小春心情立刻大好 尤其是对于这种 心向烈灵师的永恒仙玉修饰 白小春觉得 如果能再多一些 那就更完美了 想到这里 白小春也对那位神秘的周大师 起了兴趣 他琢磨着 此人在这里练灵 对于提高练灵师的地位 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心底也升起了 要去见一见此人的想法 青儿 你说的这位周大师 或许我曾见过 不如你带我去看看 一听白小春的话语 青儿立刻眼睛一亮 实际上 若非公孙娃召唤他 来安排白小春的起居 他原本的计划 就是今天进城 去看周大师列灵的 好啊 正好今天 是那周大师公开列灵的日子 天尊竟然感兴趣 青儿给你带路 青儿赶紧点头 心底雀跃 这单纯的样子 让白小春忽然觉得 永恒仙玉的修饰 也并非人人都是不可理喻 与凶残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提议后 青儿兴奋的带着白小春 离开了行宫 直奔山下的城池 而他身为鬼母天尊的侍女 进出城池 自然拥有特权 不过 白小春也不想露出自己的身份 毕竟这里是邪皇朝的领地 所以在他的施法下 进入城池之时 除了公孙娃有所察觉外 其他人毫不知晓 走在城池街头 此刻虽是黄昏 可城池内依旧是熙熙攘攘 极为热闹 这里面绝大多数 实际上都是原本此周的修真家族 对他们来说 邪皇朝也好 圣皇朝也罢 没有太大的区别 毕竟他们的世世代代 都是居住在这里 所以 哪怕如今是邪皇朝统治此地 可他们的生活与修炼 没有太大的变化 同时还有部分修士 则是鬼母天尊 从另外的仙域迁移而来 目的就是要让邪皇朝 能够在这圣皇朝 第二仙域的北部 彻底扎根 故而 这里热闹非凡 四周的店铺也都开张 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时而还有笑声 吆喝声 从远处传来 甚至有那么一瞬 白小春都感觉 分不清 邪皇朝 与圣皇朝的区别了 走在人群内 耳边虽传来热闹之声 可白小春的心 却慢慢的平静下来 他想到了通天世界 想到了宗门 想到了茂尔山下的村庄旁 也有一个镇子 那里每到年关的时候 也很是热闹 清儿没有注意到白小春的恍惚 他对这里轻车熟路 此刻引路带着白小春 在这城池内走了几条小路后 出现在了一处广场上 这广场的右侧 有一座死心修建处的府邸 门外竟有数百人汇聚在那里 一个个虽焦头见儿 可声音都很小 目中大都带着期待 看向府邸的大门 这府邸的大门敞开 能看到其内的殿中 也有数十人 一个个带着恭敬站立 相互排队的同时 他们的目光 与门外众人一同 都看向此刻在那店内的商手处 盘膝打坐的一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穿着道袍 有些消瘦 可目中却炯炯有神 整个人看起来 闲锋道鼓 此刻正向着其面前一位 抱拳的半神强者 缓缓点头 明明只是原因后期的修为 可他面前的那位半神 无论是姿态还是神态 竟都很是客气 此刻正攻守开口 周大师 李某的这把飞剑 之前在蝎黄城市已 练龄了三次 可找遍了整个蝎黄巢 也都找不到 能将其练龄四次者 还请周大师出手 帮我练龄第四次 一切条件都好说 那位周大师 身色淡然 脸上似笑非笑 看了眼前的半神强者一眼 邪黄巢的张大师 周某就算是远在这里 也都听说过 他若出手 第四次炼灵 还是可以做到的 张大师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下没有遇到啊 那位半神有些尴尬 此刻深吸口气 再次向着面前的 这位周大师一拜 更是传音一番 此在许诺报仇 办上后 这位周大师才点了点头 罢了 将你那飞剑拿来 周某先看一看 半神强者 多二十振奋 立刻取出一把赤色的飞剑 这位周大师 接过飞剑 低头大量时 也正是青儿带着白小春 到了大门外的一刻 哪怕没有进门 但以白小春的修为 他的目光 一眼就穿透人群 直接看到了店内 装模作样的周大师 再看到此人的一瞬 白小春眨了眨眼 嘴角露出一丝 莫名的微笑 大人 他就是周大师了 我们这里的第一列领师 特别厉害 大人 一定在通天睡间 见过周大师吧 可惜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曾说过 只有当有一天 他找到了自己 失踪的爱人时 他才会告诉世人 他的名字 青儿看向周大师时 目中神采更多 认识 白小春听到青儿的话语 神色浮现怪异 干咳一声点了点头 或许 四周的人交头接耳 都是轻微的 使得白小春的咳嗽声 略微的大了那么一点点 传入到店内 虽更轻微 可还是让这位周大师 皱了皱眉 他以往列领 需要的是绝对的安静 这是他的规矩啊 此刻皱起眉头后 周大师的目光 从手中的赤色飞剑上 抬起 带着不悦 看向大门外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那里的青儿 看到青儿后 周大师心底一荡 他早就看出 此女对自己的好感 此刻脸上也露出笑容 目光顺便的 就落在了 站在青儿身边的 白小春身上 再看到白小春的遗书 这位周大师的眼睛 猛得正大 身体猛得一颤 脑海更是嗡了一声 好似傻眼了